这边画好以后 自然的我这里要画一块 要画一块比较大的这个山石 这样子画下来正好和它连在一起 但是由于中间有云 所以把它们分开了 我们现在调点颜色 现在这个颜色我看说嘛 越往上我会画得越红 所以我现在会调点暖色调出来 好 我们这里调好以后 这边这个山我们准备就开锁了 让它浓一点 在画的过程中 这座山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画的过程中呢 把它画得比较细致一点 第一笔从哪里起笔 由于我这里面很多的颜色 基本上是颜色调好的 这里面三绿色呀 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画的过程中 由于它这个颜色很多 你不要把它画开 它也不会画 画得很快的 所以我拉线条 就可以把它拉得很细致 你线条走得越慢 你看出来的这个线条 就越有金石味 要注意线条的变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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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线条该粗的粗犷一点 它粗犷以后 它可以跟自己线条 它可以有对比 它会把这一线条显得更精细 它会把这一线条显得更精细 但是一定要接好 如果接得不好 这一块突然一下子 别的感觉也不舒服了 现在其实全靠组 就是全靠线条的组组